上個禮拜的部分的功能就是只有新增 insert into 那實際上當然你可以再增加幾個功能 因為一直新增 它只有新增 反正你按一次 它就幫你去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增加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修改的話 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呢 請各位在底下 再增加一個按鈕 是update 那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update之後呢 請你把這裡面的文字 改成什麼 改成我們雲端上面看到的這個 就是上課講義裡面嘛 這一頁 這一頁就是在我們第一個範例裡面 執行isque 那我們預設是用insert 請你把它改成 把insert into這個 改成update table01 set 哪一個 set什麼東西 那會有個key啊 你的主key就是id等於1 把那個id等於1 就第一筆編號的資料 更改什麼 更改它的number變成12 當然你的data要不要改 更新資料跟等等的 那如果我要更新之後 它自動會幫我excue這個seql 多一個新增功能 就是更新功能跟移除功能 或者你要刪除哪一筆 那我試一次給各位看喔 基本上呢 我做完畢喔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要update的話 我第一個先按下它 它會幫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剛剛的語法丟到這上面來 update table01 set number 等於12 這個預設啦 然後呢 那個id等於1 OK 那假設你要改的話 因為好像我剛剛已經把id01給刪掉 因為我剛剛有demo過 OK的喔 然後呢 假設第二筆好了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2 我希望update的是第二筆 那第二筆的 第二筆就這個 然後呢 我的number 現在是12啦 把它改成其他的好了 把它改成 也許是再改回2好了 喔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第二筆 那如果我執行seql的話 按一下它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有沒有 這筆資料啊 本來這邊是12 會被我update成 2了 那當然你可以再去做update啦 那因為它執行這個之後 它最後會有 又把那個insert的語法寫回去 好 那第一個就是可以做update的功能 有沒有 那實際上如果這個可以更新的話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地方的應用 第一個update的功能 第二個按鈕 又增加第二個按鈕 就是delete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一筆給刪掉 那怎麼刪除啦 那其實當然你也可以自己 在這上面慢慢打啦 因為你 我發現在這上面打很麻煩 但是你如果可以直接執行鍵盤 你可以在這上面打一個seql語法 再按下執行它也可以幫你執行 那因為我為了方便 我在這邊再加一個deleteer 好 那deleteer from table 哪一個table table01吧 會有id 底線id等於1 如果我要刪除第二筆的話 那當然我就把這個1改成2 好 那一樣按一下執行 這個語法 當然特別注意 這個語法 不能夠 不能夠有錯誤 如果一錯誤 假設裡面已經有 沒有這一筆記錄 所以你執行 它就會整個crash掉 可是你為了要避免crash掉 你在那個java裡面有那個shorror 就是可以丟出那個exception的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再寫一個exception 例外4件 它才不會crash掉 然後把這個第二筆执行 把第二筆刪掉 执行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第二筆刪掉 那如果你還要再刪第三筆的話 一樣嘛 把這根改成3 然後再怎樣 再把它執行 第三筆刪除 OK 第三筆又刪除了 OK 那你要刪哪一筆 反正你就是再去做任何動作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 這兩個功能再補上去 update 跟deleteer 那基本上 如果上個禮拜的範例 要修改 其實我的原則是這樣 反正就遵循那個mvc mvc 就改完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至少 其實我發現 那個現在很多app工程師 因為我教還蠻多 而且很多後來都有聯絡 我都說你怎麼寫出來 大方就說 我就複製貼上 改一改就出來 真的很多耶 我說你沒有看嗎 反正run出來就好了 我叫趕快交件就OK了 所以 那我就說你要 我說不用了 反正就可以交差就好了 管他 反正可以run就OK 因為老闆很急 趕快丟給他就好了 不然他一直吹一直吹 沒時間看細節 OK 那 所以我發現 他需要最大的能力 不是在那個慢慢去做 而是要趕快改出來 OK 所以當然你要知道 如果要改程式的話 至少當然你也不要亂槍打鳥式的改 你要至少有一個原理原則 比如說你可以遵循mvc m的話就是說你的data 你的那個資料放哪裡 一般是叫model model 或者叫metadata 有的 很多種 那就是資料 資料放哪裡 那基本上 我們這個update